三 二 一 请接台 五年一次的工商普查将从四月份起展开 为期两个月 板桥区公所这边的普查所 可以说是新北市各区出动普查人力最多的区域 仿查的工事行号也是新北市最多 超过两万家以上 工商普查台相提 台湾经济一定一 赞 本期工商普查的加速总共有25759家 那我们就是为了要做好这个工商普查的工作 我们动员了132个工作人员 119个普查员跟13个行政员 我想我们也很有信心的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 也能够做好这个拔得头头能够得第一 工商普查以实际查访为主要的工作 不管公民营 公司或是非公司组织 以登记或是未登记 小到传统的杂货店 大到知名的跨国企业都是普查的对象 至于这几年快速发展的网路购物 也在访查的对象当中 其实网路就是有走过必留下痕迹 所以网路的部分他们财政部好像也会去追这个部分 那可是因为如果以工商普查来讲是因为是用人 我们资料没有跟他们连结 那有登记没登记的话我们就是都会查 经济活络发展是台湾的生存之道 这一次工商普查的数据需要各个业者积极配合 详细提供资料 数字会说话才能让政府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 台湾经济才有赢的机会 数位天空新闻 板桥报导